董事長 早 今天大家早睡得好 不錯齁 第二天還要睡而已 來睡就很好睡 像我們來的時候 教室兩棟 全部都是滿的 所以我們睡的時候 大家都在開機器 睡幾乎 剛才開始 我就有一個覺悟 如果有那麼多人來 我可能要去外面住那個 汽車綠館 不然我比較難睡眠 我自我介紹 我叫李柏翰 我來自台南州 我們如果說到這個投票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 這個政治領域說 台灣的主權 台灣的地位 要經過2千3百萬人的同意 去投這個票 會決定 他說這句話 真的說 2千3百萬人可以去 左右台灣的主權嗎 會不會 你看那個喜樂島 有嗎 他辦一個公投 他就走出來說 他真的這個獨立公投 台灣人 2千3百萬人 他真的可以用這種問題 用這個權力 還是 政治在裡面 你把我們騙 政治在裡面 政治在裡面 你都知道台灣的地位 不過 只有什麼人不知道 本土台灣人不知道台灣的地位 所以朋友都用勁的走 今天就是要來講這個 你這兩票投了 選舉的時間 你這兩票投了 你的權利 民主國家的時間 普通人民要參與政治 要參與政治的時間 普通人就只剩這兩票選票而已 這兩票選了之後 是 抱歉 四年後 你還有一個 你的權利 你這兩票選了之後 是 對方 會 我們這兩票投了 讓候選人 他得 他得 他真的說 可以 把我們 需要他做的事情 那是一個問號 普通都是 一票開幾個 政客也是一票開幾個 跳躁 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去想 來 我們來講這個 國際法 說這個 人民自決權 我們常在說 欸 台灣人有台灣的租款 那真的台灣人有台灣的租款 什麼就做台灣人 什麼就做台灣人 台灣那是一個國港 欸 這問題都很多 我們看得很好看 看得很快 看得很快 都在我們租款 看得很快就好 但是你真的 去探討這個法律問題 台灣的法律 地位問題的時候 你就覺得 欸 那真的像我們這樣說 這樣 台灣人有自己的租款 欸 台灣人有租款在哪裡 台灣這個租款在哪裡 我問我們大家一個問題 台灣這個名稱 是台灣人自己好的 還是白人自己好的 台灣這個名稱是什麼人好的 不是 青條法律 和大陸我們帝國法律 給我們好的 因為這個下官條約 是不是 第一次 台灣有那個主權 割浪就是 在那個下官條約 就是在這個下官條約裡面 這個下官條約裡面怎麼說 大陸全國的法律 和大陸全國的法律 他們在這個戰爭 有戰爭結束之後 開始 處分台灣這個問題 喔 雖然台灣這個名稱是誰 人給我們好的 大清帝國皇帝 和大日本帝國皇帝 給我們好的 給我們定義這個名 說 住在這裡的人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台灣 我們可以在這個 相關條約的第五條裡面 可以看到 住在日本帝國的法律 咦 我們常說台灣台灣人主權 喔 不過你在 在這個下官條約的第五條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 台灣人有什麼作為 沒有耶 什麼作為就是 日本天皇 用他的管理 為台灣這些居民說什麼 你如果沒有做我們日本人的位 和你兩天的時間 你會有那個 憂鬱期啦 你去想想 你要做我們日本人 是怎樣 還是要做中國人 啊 你如果要做中國人的位 請你們 兩天的時間 讓你不會 你會做什麼 你會不會 你會怎麼拔出境外 不過如果兩天後 你還留在這裡的人 我就給你示威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臣命 我們看到這個 相關條約的第五條裡面 哪有嚇到台灣人 沒有嚇到台灣人 譬如說我們台灣人 是去用處置 去用什麼 你原本是中國人 因為主權轉移 你的三萬年去用 轉移掉的時候 變成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怎麼 重新命名定位 所以說 欸 住在這裡的人 和這大日本帝國的臣命 所以 我們就說 台灣有台灣人的主管 那就是一種什麼 政治的詐騙的 什麼 口語 政治詐騙的口語 大家想到的 我有主管 我有主管 有些人說 欸 我在這裡 雖然我 祖先從中國這樣過來 我在這裡住了四十幾年 我住了 我住了 這個地方就變我的 我就變成居民 就變成住民 我住民的 住民的 有自覺權 國內自覺說 我這個土地 要變成我們的 咦 我們聽這個問題的聲音 看了到底 咦 住民自覺 感覺說 好像還OK喔 好 來 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來想 今天 我如果住在你們家 你們家如果說 一間房子做 我做七十年 我給你做七十年 結果我七十年來 我在這裡 生花很多 我還要生 我生百多月 我會怕孫 我會怕孫 叫來 我們來投票 這間房子變我的 這樣不行 我們都知道這不行 因為這是住民 因為你主權 沒有在住民的上面 好 主權是什麼人 當初拿到那個人 好 所以台灣人他覺得 我有主權 我有主權的事實 咦 我們就想說 想說這個 這個 這個美國的印第安人 喔 印第安人他躲在美國 他可以說 印第安人可以說 美國就是我的主權 不行 因為主權 叫美國才會 這個政府的人 已經退去 你當地的印第安人 已經失去 什麼 那個主權 因為你被征服掉 你已經被征服了 日本天皇拿到台灣的事實 台灣人也是這樣 普遍都看著這個日本人 換另外一個政府來 大家也是反抗 也是反抗的 會做好腿和戰爭 不過日本天皇 依照萬國公法 政府 把整個台灣 都把政府 因為他整個去問 美國說 像你美國怎麼大地 你對這個原住民 要怎麼辦 原住民說 我有自己的主權 住在台灣的人 他也說 我有自己的主權 要怎麼辦 不過這個 主權 法律上的主權 一直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你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人家在美國 美國總統就跟他說 你要用這個萬國公法 裡面的什麼 征服 把你這個 認為殖民地的地方 你把它征服掉 整個征服掉 你慢慢建構你的主權 慢慢建構你的主權 當然 人家在你征服的時候 當你的住民 他可以去反抗 他可以去反抗 我沒有要給你殖民 我沒有要給你征服 他可以去反抗 阿米哥 你如果反抗數位 你知道嗎 你就是要乖乖投降 你就是這樣 那樣來把你建構 白人的主權 你的國旗你就變了喔 像我們日本天皇去拿台灣的什麼 普遍住在台灣這些人 他們都是什麼 視為中國人 但是日本天皇去拿到這個主權的時候 這些人是什麼 視為日本人 那個主權都變了 我們來看這個人民自決權 國際法如何看待這個分離運動 人民自決權不可同等於分離主義 國際法堅決禁止使用或非決 使用武力侵犯他國的領土完整 人民自決權 卻常常被某些人與民主主義分離 民主分離主義 或一個國家內部的分離運動混為一堂 和後者不在國際法範圖之內 我們來看 你如果說人民在這個土地 你想要做什麼 我人民有主權 我想要怎麼樣 要決定我自己的地位 我自己的國家 讓我自己要建國 讓我自己要怎麼 用我人民的自決權 這個土地你想要 這個性質你就要什麼 殖民地的性質 殖民地的性質就像我剛才說 當這個美國這些 他們國家走到美洲大陸的市場 整個美洲大陸都是什麼 屬於殖民地 殖民地裡面的人一定會反抗 因為外來侵略他一定會起來反抗 當你反抗輸的市場 你就是那種殖民 所以殖民地的頂端一定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母國 一定有一個宗祖國 殖民地的頂端一定有一個宗祖國 來 我們看這個殖民地的人 他說什麼 有一天他發現說 我有共同的文化語言或種族 他說什麼 我想要用什麼 民主自決權 我想要用民主自決權 我們要說這個問題以前 我們先來討論這個殖民地 當這個母國 他去拿到這個土地的市場 的殖民權的市場 這個殖民地 他會無緣無故的變成這個母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樣不可以 不可以 他一定要經過一個法定的程序 納入他的母國的憲法來 他可以讓他變成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一定要用一定的法律程序 有些人說 不過這個殖民地 如果我這個母國 給他佔一百年 給他佔兩百年 這個殖民地 怎麼久了 讓我佔那麼久了 這個殖民地 會主動變成我的領土 這樣不可以 我這個殖民地 我已經佔兩百年 這個土地的主動變我的領土 這樣這樣不可以 其實也是不行 我們來看我們台灣 穿著殖民來台灣幾年 兩百多年 台灣怎麼變成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沒有 你看那個甲午戰爭的聲音 他直接就把台灣掛出去 好 第二個 我們來看這個美式戰爭 美國他拿到的這個葡萄利哥 美國拿到這個葡萄利哥 已經百多年了 葡萄利哥剛好只能變成美國的五十一周 沒有 最近人家有葡萄利哥 他們人民去自覺 他到底要變成美國的五十一周 美國增加的一周 所以我們直接看到的 我們就知道 這個殖民地 不是說 我這個東西 我佔了很久了 佔了一百年 一百年兩百年 這個地方就自然變我的 我說那個主權 如果沒有轉移 那個主權 不去 適當的國際法轉移的事 這個英文都是什麼 殖民地 都是殖民地 你看這個殖民地的人 他說我可以用這個民主自覺權 民主自覺權 他說 這個美國 他不是給我殖民而已 他沒有給我當作我的 我是他的奴才 普通殖民地的人民都是漏雷 他為什麼 都一直給我建設 在這裡去學校 辦學校 醫生 醫院 然後這個治安 還做得不錯 我覺得給我這個母國 給我管的事 我覺得很好 我想說什麼 我要和母國合併 這可以 另外一種 這個母國 一直給我壓榨 有這個機會 我就是想什麼 變成我一個國家 獨立主權的一個國家 這就是黨 所以你如果要有民主自覺權的先例 你這個土地的性質 一定要是 殖民地的性質 你可以當作人民的權利 你可以說 這個特地是我的 我有那個權利 我要左右我的命運 我要左右我的國家的命運 還是要自己借國 我們來看有案例 母國同意分離公投 我們剛才說這個殖民地 母國以同力分離 同力分離 說這個東西 我讓你自己去管 我們來看這兩個案例 一個格林蘭 擴大自治公投 和波多獨立公投 我們來看這個格林蘭 格林蘭 原本是丹麥的殖民地 他是丹麥的殖民地 連他的位置 在正北極 一個小島 有一天這個格林蘭 我也發現到 有石油 有石油 有石油之後 人們就覺得 我這個 我要自己自治 或是要醫藥自治之後 我要獨立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 有後援的經濟 給我支援 所以他最要獨立 1814年格林蘭成為丹麥的殖民地 是丹麥王國的海外自治領地 2008年的公投後 決定逐線走向獨立制度 並在2009年正式改制成為一個內政獨立 但外交國防與財政相關事務 不能委託丹麥貸管的過渡市 來 我們來看這個格林蘭 這是地圖 剛才在北極這裡 這是野國會 這是野國企 他現在 他公投 他想說 我要慢慢的脫離丹麥殖民地的管理 但是我會想怎麼 連心 要怎麼做一個全國家 所以我怎麼 高度的 希望丹麥讓我有高度的自治 丹麥有同意 讓他這次舉行高度的自治公投 4萬選票 72%的選票 贊成有76% 反對24% 所以他這次就過了 不過他過的時候 你覺得 我是一個人在學習 怎麼成為一個國家 不過我還是什麼 我的外交 和國王跟財政 這個我人最少 可能我經驗比較不夠 所以委託丹麥來貸管 委託丹麥來貸管 有一天我人成熟的時候 我可能還用一天什麼 用一天選舉 讓我們變成一個真正的國家 來 我們來看 最終讓他們免於每年 接受丹麥35億克狼 約薪臺幣192億的補助金 如果格林蘭外海國發現 溫場石油 首年碳油收益將有7500萬克狼 約薪臺幣4億1000萬元 這就是他們做的一些協議 我們再來看這個波多尼克的公圖 這個波多尼克美國怎麼去拿到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這個美西戰爭 美國和西班牙因為這個古巴的問題 美國想要有古巴獨立 所以他們為了這個問題和這個 西班牙打這個中的戰爭 戰爭之後 這個西班牙一個讓四個地方 就是波多尼克 古巴關島和菲律賓給美國 他去看美國去拿到這個地方 古巴和菲律賓 他都給他正常獨立的程序 他落北都獨立了 不過這個古巴比較奇怪 獨立之後沒多久的事 他就變成共產國家了 如果美國做什麼 普通人家想要獨立 美國都怕到 我還要獨立 變成共產國家 我要怎麼辦 所以以前他們想獨立 美國都是怎樣 這個東西先放 你先不要用 不過時間一個故意後 人民的感覺 我覺得說其實共產制度 這個制度的實際 比較不適合人類 因為這個負責 這個容易讓人類有惰性 所以普遍的貧窮 還會養成獨裁的專制 所以落北人類的時候 他就覺得共產國家 比較不適合人類的生存方式 所以你看最近這個世界上的共產國家 存不幾個 中國比較大的 北韓 像越南那樣 變成民主國家 所以落北的時候 美國覺得說 我給你普通人家 給你有一個公投 因為你買一年 這個普通人家都給美國 要求600萬美金的補助 600萬美金補助 你如果說用台幣來算 掛你的人口比例來算 欸 普通人家的人 不用賺錢 一個月就能領3萬幾個台幣的補助 比我們這裡 做好好的基本薪資更高 美國說什麼 這個600萬美金對我實在 長期以來也是有很負擔 所以他就跟普通人家說 沒有 給你公投 給你投票 你如果是獨立的事 我就不用給你補助了 不過你如果是 變成我美國的51座位 這個你還要九聯邦稅 對不對 所以美國他就給普通人家公投 這個普通人家 他如果很聰明 他就想說什麼 我如果公投的事實 因為那裡面有哪有政治人物 很厲害 以前他就跟美國調 沒有我的公投 我就變成美國的51座 意思就是 我希望你美國不會一年 再給我600萬的美金補助 不過最近普通人家說什麼 跟美國說 600萬的美金很少 我那800萬的美金 我還要求加200萬 還記得美國說什麼 那800萬太多了 我沒有在那裡 不過普通人家的人 還跟美國說什麼 你如果不在那裡 我會宣佈破產 美國這樣說 美國沒辦法 美國說 好不然還沒有給你公投 這兩天給你公投 來我們來看這個普通人家的公投 普通人家的公投 決定成為美國的51座 來 這次他說 波多尼克再公投 97%成為美國的51座 這次他有公投 這次他也沒有公投 這次他的公投的結果 也是成為美國的51座 這次的公投 也是成為美國的51座 他怎麼說 你如果公投這次就過 這次你就變成美國的51座 他第一次公投成為美國的51座 為什麼美國為什麼 沒有承認說 人民自決權 你美國讓我有這個權利 我變成美國的51座 你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這剛才卡在哪裡 你知道嗎 就是卡在美國 他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他就覺得 我不再增加任何一週 沒有啦 就是那一隻機子 這隻機子 上面五十粒青 他就是五粒青 不可能變成五十粒青 剛才說什麼 為了郭波多尼克 這個問題 他還會修憲 所以我們從這裡看到 就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人民如果你在投票的時候 你的權利不能高過這個憲法 不能高過那個憲法 你如果高過那個憲法的約束 那個投票就無效 所以這個 在波多尼克 這個九十七八一歲的人 很大的一個派手 說我要成為美國的五十一週 不過他還沒過 就是因為他為什麼 違反美國的憲法 所以這個波多尼克 他現在公投了過 這個法案上去到美國國會的事 美國國會的事 美國國會的 當地也會議 聽這個黨制裡面 說這違反我們的憲法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拍 我沒有辦法跟你接納 說你波多尼克 你得變成我的五十一週 我們來看 波多尼克在230萬註冊選民中 只有23%參與了11日投票 約五十萬選民 九十七八成為支持美國的一週 雖然這樣給你看 雖然23%而已 你以為他參加的這都有算 他跟台灣的投票的規則不一樣 我們是要整個人民的三分之二 去投票的時候 我們比較下去算 算整個投票率 不過人家說 你有參與的話 你就算了 你不參與 那是你自動放棄你的權利 我們來看這波多尼克選民在公投上面 要面臨兩個問題 第一 波多尼克是否因維持目前 美國的自治幫的地位 第二 在三個選項中做出選擇 建州獨立或賦予近四百萬島民更多的自主 的主權聯盟 他剛才這個選擇 這個波多尼克我們知道 他還是怎樣成為美國的五十一週 因為他違反憲法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 還放在他們國會裡面 我們再來看這個問題 這個新聞在說什麼 台灣人常開玩笑 美台依存度這麼高 乾脆申請成為美國的五十一週 咦 我們美國很好嘛 不然我們變成美國的五十一週 我告訴你 一些中國人 我們如果說 台灣是美國軍事政府這麼多 什麼 沒有那個事情 台灣沒有美國軍事政府這麼多 不過呢 如果沒有這個問題是什麼 波多尼克他要投票 他現在就說什麼 美台依存度這麼高 潛在性的什麼 台灣是美國居住的原因就造出來了 這樣的話 這個波多尼克他也是屬於什麼 屬於美國軍事佔領的一個地方 好 所以我們從這裡開始看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這個中國人 有時候想說什麼 台灣人變成美國五十一週不是很好嗎 我一個人就變美國債了 我流亡難民 我走來台灣 我做難民 我知道 我是無國籍 我是流亡的無國籍 不過 當你台灣 我躲在這裡的時候 台灣現在變成美國的五十一週 我這裡想得 大家都變成美國人 真的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因為 人五十一週 美國說 這個波多尼克要投票 說什麼 你選擇變成五十一週 人愛於憲法 人就可以變成五十一週 何況是我們台灣 這個被佔領的地區 來 我們來看 什麼是美國的衛合併領土 有些說台灣是美國的衛合併領土 什麼是衛合併領土 這個名詞是從哪裡開始有的 這個衛合併領土 來 我們來看 1899年4月1號生效的巴黎和平條約 根據和平條約第二條 將波多尼克割量給美國 隨後 美國國會於1900年5月1號 通過法案提供波多尼克平民政府的法源 取代了美國軍事政府的管轄 變成美國海外衛合併領土 擁有自己的組織法和國會 1917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法案 把波多尼克的打民集體規劃為 這是美國國民 我打得不行 我一直都沒時間才會 這是美國國民 1917年3月 美國國會通過法案 把波多尼克打民集體規劃為美國國民 什麼叫美國國民 就是說波多尼克的人 可以派的人去參加美國國會 參與國會的運作 不過他只有花園權 這個波多尼克的代表只有花園權 他沒有決定權 等到人要投票的時候 他就不可以有投票權 我們來看這個圖 1898年美西戰爭 結果西班牙戰敗 他們簽訂這個巴里合約 各浪殖民地的土地 如果你看這個殖民地 你知道這個土地可以屬於各浪的東西 各浪到幾塊 古巴、關島、波多尼克跟菲律賓 各浪這四塊東西 不過各浪的事件很奇怪喔 這個巴里合約是怎麼 他擱浪是怎麼 為什麼要旋風擱浪 因為他沒有收受過 他只叫美國軍事政府來跟他贊 他沒有說要給美國 變成美國的一個州還是什麼 美國台北的什麼是怎麼旋風擱浪 旋風擱浪 這個東西 剛才在美國憲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 就是這個地方 美國去拿到這個地方 美國簽訂的地區 軍事簽訂的地區 他這就是懸空割浪 所以在美國憲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 他這就是什麼 屬於衛河邊的領土 就是看起來很清楚 美國的領土不再他 不然他 在他的憲法的領土 衛河邊的領土 就是軍事佔領和領風擱浪 這兩個 有這兩個什麼 這兩個關鍵的事件 他這規定就是衛河邊的領土 我們來看美國怎麼處置衛河邊的領土 在古巴 於1902年5月20號 美國宣布 美國軍事政府結束 成立古巴共和國 所以這個古巴羅衛 他有變成一個國家 他有變成一個國家 來我們來看這個菲律賓 這個菲律賓是美國 他另外用2千萬的美金 跟西班牙買起來 之後是他在1935年3月24號 菲律賓自治幫 1946年7月4號 菲律賓共和國 所以在這個巴黎合約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古巴跟菲律賓 他們兩個都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 都變成一個正常國家 那羅衛呢 像關島和波多利克 這兩個地方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簽名的地方 就是美國衛河邊的領土 就是美國衛河邊的領土 有人說台灣也是美國衛河邊的領土 來我們來看台灣的 我們台灣跟他們那比較不一樣 我們台灣是有主地 來我們來看 1945年4月1號民治憲法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已經過這個救星三河民條約 這個救星三河民條約 裡面沒有處分到天皇 然後呢 他在第二條領土的部分 在領土的部分 日本都是怎麼 只放棄而已 他才有所受過 也沒有所受過 所以這也是什麼 屬於日本懸空割浪 懸空割浪 如果在這個第四條A的領土 他特別有說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 23條A的領土就是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這在憲法下的領土就是 美國管轄下的外國佔領領領土 美國管轄下的外國佔領領領土 我們來看 他有這個大符合什麼 日本懸空割浪 他23條A跟第四條米的領土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 剛才含著什麼 巴黎合約裡面的關島和波多利克 美國軍事佔領全國割浪 所以他這個定義 剛才在美國的定義就是 美國憲法第四條第三領的外國佔領土 所以我們在法律上的定義 我們也是他的外國佔領土 外國佔領土並不是他的領土 因為這個佔領不能英尊主權 他是代管 可能這個東西他要的是什麼 美國可能說 我怎麼有一天我覺得台灣很好 我可以用合法的程序去拿台灣 要怎麼拿合法的程序 就是我用錢去買 我用錢去日本拿都買 買這個台灣變成他的 我們來看這個國際法 這個領土拿到的 有效拿到的這個法律依據 第一個就是條約 條約就是正經的時間 正經的時間 戰勝國和戰敗國 他簽了這個條約 他割浪這個土地 不過他割浪這個土地 另外就是殖民地的土地 所以我們在國際法上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土地拿到的第一就是有條約 第二就是買賣 這個土地 我說我不錯 我可以用錢買起來 這就是買賣 你看這個買賣的案例在哪裡 就是蘇聯的阿拉斯加 他要怎麼賣給美國 這美國的一個州 美國也是用錢買賣 再來就是交換 我說這個土地 為什麼對我比較不容易 不過我覺得你這個土地 對我很有幫助 沒有我這個土地 跟你兩個交換 所以這個領土拿到的交換 這也是屬於合法的法律程序 另外代表的就是鎮魚 我這個土地怎麼整個送給你 他去拿到這個土地 這也是合法的程序 所以土地要領 要拿到這個適當的土地的領土 條約 買賣交換和鎮魚 這四個最重要的 合法領取土地的 獲得土地的法律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衛和病的領土 建衛和病領土是1898年 美國與西班牙戰爭後產生 當時美國最高法院判定 為了了解西班牙戰敗而割讓土地 被美國佔領的地區定義而創設 所謂衛和病領土是指 依據美國憲法第四條第三項 在還沒有延伸其 是法性前的一個法理名詞 顧名思義 衛和病領土是美國海外領土的一種狀況 因此美國最高法院判例認定 金和平條約生效後 這些割讓區在美國法律上的地位 是衛和病的領土 這個專用的名詞的解釋 我們看這個衛和病領土 這個美國第一列島區 有多少個 薩摩爾6萬8千人 維京群島12萬人 北馬利安那群島7萬7千人 關島16萬人 波多里克跟我們台灣 這都是美國衛和病領土 來 有人說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剛才有說過了 在這個第四條米的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 在這個衛和平條約裡面有說 美國我都沒有說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 還有什麼條文 你跟我說這個衛和平條約而已 還有什麼條文在裡面 還有什麼條文在裡面 我們來看這第二條有沒有 第二條 美國軍事政府真正存在嗎 我們來看這個衛和平條約 這個衛青山和平條約 是在日本放棄這些台灣的管理權 有個台獨的台灣獨立的 他就說什麼 放棄管理權最好 你看 日本放棄管理權 台灣和澎湖的管理權 好好的台灣變無主地 所以我要獨立 你如果沒有注意看後面這樣解釋 你如果看單獨條文 你看看手心好民調在哪裡 要讓台灣獨立 其實真的是這樣 我們來看後續 從日本放棄台灣和平條約這個權利的事實 什麼人去接著 他後續的條文有人說出來 這個第二條 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之所有權利 民氣與請求權的事實 什麼人去接著 你看看第四條 他說什麼 日本承認前述第二條 與第三條 中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國民 日本與日本國民財產的處分有效性 就是說第二條 日本所放棄的第二條這些東西 台灣 比起上面的大的人 他的財產 什麼人去處分 美國屬於政府處分 不是那些東西 日本放棄的什麼 台灣人怎麼承認 沒有 很多人說這樣 他怎麼看到 他說台灣人承認 他根本就沒有把你承認 說這個第四條 美意上面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與台灣 日本與日本國民財產的處分有效性 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有台灣人這個名詞 有台灣人這個名詞 台灣人說台灣有主管 不然 人家在最新民調的上面 有說 第二條 第二條 第二條裡面這些東西 就是什麼 日本的領土家 日本國民 所以 在台灣這些人都是什麼 日本人 都是日本人 他根本不應該有台灣人 他住在台灣這個地區 這些人合作什麼 日本人 日本國民 我們來看第二十三條 主要佔領全國是美利堅合眾國 所以不是說第二條 日本已經放棄了 我們有注意看 這個主要佔領全國 它有詳細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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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放棄後 這些人民和這些土地 給什麼人去貸管 什麼人去託館 就是美國去託館 美國去託館 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 然後第四條 又說什麼 第二條和第三條 我們來看第三條 它是什麼 日本同意美國 對北緯29度以南 之西南群島 寒流暑群島 大東群島 雙腹沿南方之南方各島 河沖沖之鳥島 以及南鳥島之等地 送交聯合國信託 統治制度提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流暑群島 和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台灣是像美國居住政府站而已 不過這個流暑群島 它搞給聯合國託館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流暑群島 它是美國軍事政府和聯合國 共同管理的 共管的這個地方 其實共管 有一點點比較好就是 美國不敢亂摸摸摸 你看台灣是 只有美國居住政府站而已 他就自己摸摸摸 摸摸到這樣子 台灣人還不知道自己的 自己的種族國是什麼人 都想說是中國 都想說是中華民國 其實跟他們都沒有關係 你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有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他沒有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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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說 這個土地並沒有轉移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 他沒有這個土地的三文字的事 他記得把台灣土地的這些人都變成什麼 中華民國的國籍 沒有土地的所有權 他怎麼會 這個三文字的 說這些人都變成他的國籍 這不是違反戰爭法 這是違反戰爭法 這是違反戰爭法 人家這個英國有沒有 這個相關的和平條約 一定會有這個和平條約 我們來看 這個羅倍相關的和平條約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平條約 怎麼會把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沒有呢 沒有這個主權 沒有這個主權 沒有再怎麼 改變更我們的主權 我們在2015年的事實 我們就是控告美國和中華民國共 你所請的這個 託館的這個 講這個事情 改變我們的國籍 所以我們要求什麼 要求這個人權的賠償 就是要從這裡來 來 我們再來看下面 來 軍事政府 來 我們來看這個軍事政府 我們頭上在這個 民調的一直都有說到這個軍事政府 軍事政府一直持續到被合法取代為止 就是那個什麼人承認的民政府 所以那民政府以後起來 就是要取代這個什麼 軍事政府 這就是一種法律上的程序 來 我們來看這個 劉楚群島 以羅倍的發展結果是怎樣 與日本談判後尼克森總統 1972年5月15號 這就是民調會生效20年後 宣布結束在琉球群島的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他在這個 美國有在處理這個琉球的事實 他在1972年5月15號的時候 尼克森總統已宣布什麼 撤出琉球群島的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不會因為這個和平條的生效 他就自動撤出 沒有喔 他一定要漏 漏到這個美國總統說這樣 這樣可以了 我這個軍事政府撤出 這樣可以撤出 那不然呢 不然因為這個和平條的生效之後 美國軍事政府就撤出 我們來看 不過 在這個民調約裡面還有說到第六條 他說到第六條 他說到什麼 自和平條約生效後 所有聯盟國佔領軍 軍應盡速至日本撤出 然後就說 聯盟國佔領軍要至日本撤出 此撤軍不得晚於本條 和約生效的九十日 人家這裡就撤出 為什麼理解說台灣沒有撤出 這裡就沒了一個問題 三位問題 就是說 這個和平條約生效之後 台灣已經不是日本的領土了 台灣已經不是日本政府官的領土了 已經不是 這同時都變成台灣 都變成說什麼 另外都本出來 和日本領土都沒有關係 所以 這個禁速至日本撤出的時候 台灣已經不相關了 因為為什麼 和平條約生效之後 日本的權力已經沒有顧及到台灣 所以台灣不是日本的領土 所以有這條 你看看 難得隨著1952年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台灣立即從日本分離出來 因此第六條和台灣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第六條和台灣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為什麼 你這個第四條B 美國軍事政府怎麼 又繼續怎麼 托管台灣的政治 管理人民和財產 也不能人民和財產 我們再來看 來 因和平條約生效後 所以軍事政府就消失 我們來看 這個簽訂和平條約之後 簽訂和平條約之後的事實 應該要 到佔領軍的軍事政府 將領土主權與國家主權交還給當地的合法平民政府時期 這兩項都需要正式文件 在領區的軍事政府不因為和平條約生效而消失 而必須持續到國會擬訂相關的法案 為了這塊領土提供給一般平民政府 所以一定要怎樣 不僅要和平條約生效之後 還要經過美國國會和美國總統宣布 後來什麼這個軍事政府應該會撤軍 來 我們來看這個 這有一個案例 這有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就是美墨戰爭的時候 你講和墨西哥戰爭的時候 有關這個加領福利亞的地區 我們來看他上面寫什麼東西 1848年7月4號生效的美國與墨西哥戰爭後 其中第五條墨西哥將加領福利亞割讓給美國 因此有人以為和平條約生效 是否美國軍事政府 USMG在加領福利亞正式結束 向法院提出訴訟 結果1853年美國最高法院 在這個判例 這個加領福利亞之軍事政府 是因為管理上的需要及目的而成立 故不因為和平條約生效而消失 必須持續存到 直到國會寧定相關的法案 能夠為這塊領土提供給一般平民政府 最後美國軍事政府在加領福利亞 繼續佔領 直到1849年12月20號才被民政府取代 所以有這樣的案例就是 沒有因為 你這個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那個軍事政府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這次510事件的事實 510事件的事實 510事件的事實 這個檢方他就問我們秘書長 台灣沒有局勢政府 台灣沒有局勢政府 在佔領 意思就是說 台灣這就是整個 就是中華民國人在佔領 他就是在說這樣 就是中華民國人的土地 不過我們剛才看到這些案例的事實 我們就知道說什麼 其實軍事政府存在在台灣 存在在台灣 來 看來這個就是和平條約 證明說軍事政府存在台灣的事實 還有什麼 跟我們合作 最近法律 切身實用 就是這個台灣關係法 這個台灣關係法 第三條他就沒有說到 來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B 美國總統和國會 將依據他們對台灣防衛需要判斷 遵照法律法定程序 來決定提供上述的防衛物資 及服務的種類 及數量 對台灣防衛需要的判斷 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 向總統及國會提供建議史的檢討報告 所以你對這個台灣關係法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什麼 這個美國軍事 美國軍事當局 都是什麼 都存在 所以我們對這個台灣關係法裡面 我們就知道 這個台灣關係法 有三個部門組成 哪三個部門組成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總統 有沒有 跟什麼 美國國會 所以台灣關係法 這個東西 這個法律就是 有三個單位去組成 三個單位組成 這變成連體因 缺一不可 所以我們會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看到什麼 美國軍事當局 又是存在 又是存在 所以我們在這個 我們的身份證 我們在申請這個身份證的實施 代表人 代表人 你問的實施 你們台灣民眾是 什麼單位 我們怎麼說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是 USMG TCG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這是 經過美國的戰爭法 所成立的 我們是經過戰爭法 所成立的一個民事政府 來 我們再來看 中國若想武統台灣 精銳器 美國不會做事不管 因為這就是有法律上 對台灣的一個保護 美國陸戰隊駐守AIT 承認對台象徵 美國虛希望台灣不農中國武統 給你看 都是美國政府 這 這沒策巧來台 這第一節 什麼講師傅 跟我們講過 美國國防部長 旅行對台灣的法定定義 這都是 美國國會通過法案 美建可以定期提靠台灣 台灣旅行法通過後 美國提設台灣國防委員會 國防委員會 這都是 美國參議院兩院通過國防授選法 支持加強台灣軍力 這都是 川普簽的美國國防授選法 他在生效底 古年8月14號 這東西生效後有什麼作用 你覺得這很重要 他在法律上的條文 他就說什麼 生效後的一年 美國政府一定要對美國國會提供意見 就是檢討報告 所以提供檢討報告的 像是在這幾年 在今年8月 最晚8月14號的時候 美國會對台灣整個架構 提出一個最適當的報告 我們再來看這裡 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 美國國會充分維護台灣關係 未來也將遵守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 堅持支持與台灣有關的協議條約 來 經過這麼多 有人就說什麼這幾個 你整個美國的軍隊都走來台灣這樣 有沒有 來 美國侵略台灣 有人就說這樣 說美國侵略台灣 這也是說的 1950年就說了 不是現在說的 最近我怎麼在說 美國你都侵略台灣 不過這不是最新的新聞 最早的新聞在1950年 他就說了 這個東西有上一國會 上一聯合國去做公正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美國真的有侵略台灣 你看美國居首政府在台灣 有人說美國侵略台灣 來我們來看 1950年8月24號 中華的民共和國外長周恩來 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了 美國侵略台灣的控訴 控告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侵犯中國的主權 要求美國陸海空軍撤出台灣 很大的控訴 美國的軍隊要撤出台灣 1950年8月25號 美國向安理會做出下列說明 美國的行動對該島的地位 未來的政治解決不存於立場 此夜今表明 該島的實際地位是 它是太平洋地區盟軍勝利 從日本取得的土地 與其他類的土地 類似的土地一樣 它的法律地位 在沒有國際法決定之前途之前 無法解決 中國政府受盟國之託 接受在台灣之日本的軍隊投降 這是當前中國人在台灣的原因 所以中國在台灣的原因就是 美國一般民營第一號 叫他過來 來這裡代理佔領的 代理接收日本台灣 這就是中國人在台灣的原因 1950年9月29號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 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控訴美國侵略台灣案 列入聯大議程 辯論於1950年11月30日終結 安理會以9比1火絕控美侵略台灣案的成立 所以我們頭上有說過 美國在台灣這個是怎麼 因據戰爭法所決定的 這個東西是怎麼 以前這個文國覺得日本很高怪 想要怎麼 想要侵略全世界 所以就覺得 日本這個東西已經戰書的事就是 我軍事政府怎麼 代理管理整個日本的領土 整個日本的領土 不過他怎麼 後續要不簽訂條約 要不其他法律地位在外面 國際解決期前途之前 無法解決 這就是這樣 裸背就是就是我們民調會簽署到的事 我們可以看到 只能看日本放棄管理權 我們再來看 這個土地原本是誰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天皇主權的權力告訴大家 可以在民治憲法第一條 第四條到十三條裡面的內容 我們就知道 大日本帝國萬事遺棄天皇同志 天皇為國家元首統治權 全然可以用這個什麼 頒布憲法 天皇有宣戰購和旗簽進條約 我們來看 日本天皇千秋萬事 是日本帝國獅子的領袖 是日本主權的象徵與擁有者 天皇代表日本的主權 而日本主權以天皇為象徵 天皇有權力宣戰購和旗簽訂條約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 天皇的權力很大 可以使用整個簽訂條約 當然簽的這個土地都是日本天皇的 因為這是日本的民治憲法 給天皇他的權力 1894年交友戰爭的時候 他簽訂下關條約 他為什麼日本天皇去拿了台灣的地方 台灣全島和澎湖這個東西 我們剛才有說過 這第五條就是你兩黨的優遇 關於要去做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不過日本天皇去拿到台灣的時候 並不是說 他拿到這個台灣是台灣全島 他只拿到這個一半隻而已 一半隻而已 這個東半部這樣 他才不會政府 所以他就從我剛才說 他在問美國說這要怎麼辦 你要政府這個東半部 所以日本他用整個時間 政府整個台灣 十年的時間 政府這個高砂族 政府高砂族 所以整個台灣的主權 比較有完整 叫日本天皇來 他的主要的權力 三本題 來 天皇 朝和天皇說 整可稱政的國民為滿足 這就是朝和天皇 他在做皇太子 為什麼 他來台灣參觀 來訪問 台灣這些日本官員說什麼 你看這些人民都是滿足 日本天皇說 這已經變成外人民了 你自己能夠公平滿足 所以台灣人 憑地人給他一個名字 這個憑補足 東半部這些人 給他這個高砂族 給他這兩種 今天 日本經費1936年的9月 在台灣的華民化運動 1941年的內地延伸 1945年的4月1號 幫發天皇招數 叫我們台灣變成 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就跳過了 因為我們不來台灣民主委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台灣是經過天皇招數 我們變成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來 大日本帝國憲法 明治憲法在台灣實施 台灣成為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們來看 這很重要 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招數賦予 近台灣與澎伏人民日本國籍 在此之前台灣人民沒有國籍 即使在踏金帝國佔據管理台灣西部時 台澎伏人民一樣是無國籍 也就是說自有人類以來 台澎人民1945年4月1號開始有國籍 所以你看青條 把我們折領台灣的時候 他說我們台灣的人民就是什麼 生藩和熟藩 那個藩就是外國人 外國人 生藩和熟藩 本土台灣有參政權和參戰權 說那麼多 來看看 如果說那麼多 說那麼多 你實在是比較沒辦法 人體會說台灣因為民治憲法實施 我們台灣的人民和這個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結合的時候有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錢幣會統一 錢幣會統一 日本天皇以前來台灣的時候 派人來台灣做這個 開始建設的時候 他並沒有直接把日本的國幣拿來台灣 他是另外在台灣設立台灣銀行的注釋會社 在這裡讓台灣人自己發行自己的錢幣 因為以前我們只是殖民地而已 我們只是殖民地而已 所以日本人 你看這裡的時候 你就知道日本人很鳥摸 你如果普通美國的時候 他對葡萄利哥的時候 他對葡萄利哥用米金 但是日本人不是喔 在台灣這個東西不真的變成我的事 你知道嗎 你不可以用我的錢 你自己做錢幣給自己當地流通 在台灣用台灣銀行做錢幣的事實上 有人說 做台灣銀顏券的事實上 和日本籍匯率的比例有少 其實匯率比是1比1喔 所以我們雖然當初是日本的殖民地的事實上 但是我們這個錢在用的事實上 也沒有說我用的 就是你的殖民地的事實上 我的錢幣就比較薄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1899年9月29日發行的錢幣 在台灣在用的錢幣 我們來看發行的銀行是什麼 台灣銀行 這是億元銀券 台灣銀行 我們來看這是1904年 發行的銀行是什麼 台灣銀行 這邊是1904年 這1906年的台灣銀行 這1916年的 這是1903年的 台灣銀行在這裡 1903年 1937年 台灣銀行在這裡 發行的銀行 1942年 發行的銀行在這裡 這1944年 因為民治憲法還沒14月前一年 發行的銀行在這裡 台灣銀行 這前一年 這很重要 這前一年 不到1945年的時間 民治憲法14月的時間 你看 日本銀行 發行銀行變成日本銀行 你看 這是台灣銀行 它所發行的錢 所以它再回紅色的銀行 其實它現在發行的銀行是什麼 日本銀行 1945年 所以我們來看1945年的時間 民治憲法14月的時間 我們跟日本銀行 統一了 做的都用銀行 不過那個時間很短 4月1日到9月2日 盟軍下來了 所以有人沒有辦法感覺得到說 憲法14月的時間 我們台灣有什麼優惠 因為這個時間很短 很短 所以我們的印象中 就是日本的殖民地 其實已經不是 我剛才說 台灣人民要怎麼自決 沒有自決權的想 已經不行了 因為我們不是殖民地 1895年 日清下關條約清國歌浪 給日本原為大清的屬地 台灣 1937年經過49年的華民化運動 實施後 1945年東亞戰爭 日本戰敗 日本事實上 於該年的4月1日 已經完成建構台灣主權的實施 1945年4月1日起 台灣已經正式被編入日本帝國國土 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的一部分 而且1922年起 台灣已被國際社會承認 台灣主權歸屬日本之事實 因此1945年4月1日起 台灣的國際地位 以隸屬日本天皇的領土 而非日本之殖民地 這很重要 所以因為我們不是殖民地 所以我們當地人民怎麼 不可以怎麼 不可以用這個 這個 剛才我說的殖民地的方法 下去 下去要自己自決 來 我們來看 所以日本天皇 最近 在這個古年 2018年3月28日 遭遇羽納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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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 跟這個官員說 我如果能看上台灣議員 我會很高興 日本天皇說這句話很重要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天皇都不能說 對台灣相關的名字 他會在公共媒體 在採訪的時候 他會說什麼 我如果看了台灣議員 我會很高興 表示說 他有授權 我們如果有授權 要讓日本天皇 有一天 會承認說台灣是他的領土 因為我們現在 日本天皇不能說話 是因為 這個盟軍 這個美國用什麼 用適當的法律 把日本天皇的嘴巴閉起來 在這個日本憲法裡面 他會閉起來 來 在今年的5月1號 新的皇太子要繼位 日江通知 195國新年號 沒有台灣 為什麼沒有台灣 因為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是他的領土 所以裡面當然沒有台灣 裡面當然沒有台灣 這是 這是 台灣好像 現在是風托館的地方 來 我們再來看 所以在1914年的世界殖民地 我們來看 世界殖民地 你看 有人說 日本侵略全世界有沒有 來 我們來看日本 日本人在這裡 可以說 韓國 日本台灣 這裡都是他的 出來 出來我們來看 英國 紅色的 這都是他的 整個紅色 都是英國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以前 只要你這個 國家的財力和戰力 做最好的時候 你都可能 叫別人做你的路財 就是侵略別人 變成大人變成你的殖民地 法國這也是 法國在這裡 你看 非洲的部分 這都有 都是法國 德國也是 德國也是 來 我們來看這個 大東亞共農圈 因為 這個日本 他發現到 以外 全世界都是白人的殖民地 尤其是東南亞這裡都是白人在統治的 所以 他就是聯合 聯合 大東亞的這些國家 起來 起來 組成一個 大東亞共農圈 我們來看這個大東亞共農圈裡面 有什麼類似 大東亞共農圈的概念 號召東南亞各殖民地獨立 與日本形成方言政治聯盟 在大東亞會議後 大東亞共農宣言表示 要將大東亞各國自帝國主義中解放 建設共存共農秩序 相互尊重自主獨立 反對種族歧視 所以我們看整個大東亞共農圈的理念 還蠻重要的 這就是讓世界脫離殖民地的掌握 所以我們說 我們也是要感謝日本 不然你看全世界都都是白人的天下 都都是白人的天下 那是日本 他好像 起陷五個人在做生意的 他就覺得 這北京人幾乎對有色的人種 有色的人種都有一種歧視 所以日本就覺得 白白在地球村的做人 為什麼要挖定 要讓你歧視 尤其是整個 你做人的殖民地 你今天都沒辦法翻身 所以 不過這個 雖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戰敗 不過這個大東亞共農圈的 這個觀念 現在存在下來 所以羅佩有這個太平洋 大西洋宣章和聯合國宣言 聯合國宣言和太平洋宣章 他各地的殖民地可以獨立 各地的殖民地可以獨立 所以羅佩 一些 依民主自決權二戰的獨立的殖民地 都有獨立起來 這也是要感謝 日本的大東亞共農圈 讓世界怎樣 尊重各地的 各種種的人權 各種種的人權 但是我們台灣 又是人的殖民地 現在美國居住政府在哪 韓有 世界可能只剩我們台灣而已 其實不是 日本也是 美國居住政府在哪 我們再來看 這個整個 這個非洲的更多 所以我們可以說 你如果在這個殖民地 你想要獨立的事情 你想要有民主自決權的事情 你一定要怎樣 這個殖民地的性質的土地 你可以做這個權利 你可以做這個權利 為民國和平 或是獨立成為一個主權國家 來 說一句 終於換下一個章節了 不然我們要先說 因為我們是經過這個 這個憲法 實施憲法的時候 我們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我們一定脫離這個 殖民地 不是這個殖民地的身份 人民自決權不能以脫離原屬國 而建立一個新的國家的法律與權利化等號 很多分離組織把被聯絡國視為人民自決的非屬殖民地 與19世紀初的民主分離主義和民主自決粉為一談 主張在文化語言或種族上具有某種的凝聚率的組織 應該享有自決權 但是這從來都不是國際法的一部分 來 這裡登錄了 我用這個圖案讓我們看一下 比較清楚 這就是一個主權國家 在一個主權國家裡面 結果裡面有一個地區的人說什麼 我的文化語言或種族具有某種凝聚率的組織 我表示我這個文化語言和種族 和這個主權國家的文化語言和種族有某種不一樣的地方 和這個主權國有不一樣的地方 不過我已經不是殖民地了 我已經是納入別人的憲法裡面 我在白人的憲法裡面 我說什麼 我的這個文化和你原屬種族國的文化不一樣 來 我想要什麼 我想要人民自決權 我這個東西 想要人民自決權 我想要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我要用公投 我要用公投 我要脫離這個主權國家 我要成為另外一個獨立主權國家 這樣可以嗎 可不可以 我已經非屬殖民地 我想要用自決權 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這樣可以嗎 來 我們來看 聯合國說這個什麼 不屬於聯合國任何 具有自決權利的領土 因為它是什麼 非屬殖民地 它已經不是一個殖民地了 所以他說什麼 我雖然文化語言和種族上 具有某種凝聚力的組織 不過我還要聯合國說 它是什麼 不是具有自決權利的領土 所以自決權 跟獨立都不行 它還有一個案例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 國家領土不適用於民主自決權 加太農林雅獨立跟魁北克獨立運動 我們來看這個加太農林雅 它原本是西班牙的一個自治區 它中世紀是雅拉甘王國 我們會有一個影片 感謝這個加太農林雅 它最要 它這個人最要獨立 它這個人最要獨立 我們來看他的影片 我們人口有750萬 約佔西班牙的15% 不過GDP 就佔全國的20% 證明我們賺錢能力 比西班牙人好 無奈連連要上交 巨額退款 幫助貧困地區 如果獨立 就可以在政策或稅制等 取回主動權 可真正符合 加太農林雅人的需求 這不是說要拋棄窮親戚啦 因為他們不是親戚 加太農林雅有自己的語言 文化及歷史背景 以語言為例 我們有八個原音字母 西班牙文只有五個 而加太農林雅中世紀時 是雅拉綱王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1469年雅拉綱國王 斐迪南二世 同卡斯提亞女王 伊莎貝拉一世結婚 更促成西班牙王國的誕生 西班牙王國發展 後來漸漸向卡斯提亞請學 導致我們的文化歷史一直被侵蝕 如果不獨立 而繼續下去 可能會完全消失 反對獨立的人指控我們獨立 是違反1978年的憲法 因為當年的加太農林雅人 也認同是西班牙主權國家的一部分 而且對加太農林雅 即西班牙來說是雙輸的局面 經濟 教育 甚至運動等 特別是足球也受影響 但我們2014年舉行過獨立公投 投票率約42% 當中有超過80%的人支持獨立 支持者還包括多位名人或球星 例如南高英卡列拉斯 現任英超球隊曼城隊瓜迪奧拉 知名球員伊列斯塔沙維等人 就連國家足球隊傳奇隊長浦月爾 都因為曾說過一句 我是西班牙人 而且爭議 就知道很多人支持我們了 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好 來 我們來看 這個加太農林雅想說我要獨立 我有共同的文化語言和風俗習慣 我最想要獨立 來 我們來看這個加太農林雅 他是人的君主立憲 君主立憲的自治政府 標誌說這個加太農林雅已經 有人納入他的憲法裡面 變成人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一個部分 他說他最想要獨立 他在2014年的什麼 他辦一次獨立運動 西班牙憲法法庭不准 加太農林雅獨立動議遭廢職 你們說人民的權利很厲害 我最想要獨立就獨立 我最想要投票 你一定要讓我過 對不對 他這裡附到什麼 西班牙憲法不准 人家的憲法不准 不過他在去年的時間 又是一樣 發動一次投票 我們來看 加太農林雅的地理位置 西班牙在這裡 法國在上面這裡 巴塞農納這裡 以前在這裡有奧運 加太農林雅就是在這裡 加太農林雅自治區主席普依格蒙特 已經透過電視演說宣布 加太農林雅已取得成為獨立國家的權利 他的主席 自治區的主席說 我最想要獨立 欸 這樣敢不敢 敢不敢 我們來看 不過西班牙總理 他獲益說什麼 公投沒有辦成 他阻止這次公投 來 不過這個 西班牙的加太農林雅自治區 要怎麼辦公投 不然他辦公投為什麼 他違反西班牙的憲法 所以西班牙的憲法要怎麼 要起來什麼 自治啊 那就是國家的保護政策 那個憲法它會自動啟動 我這樣說 我們來討論一個問題 我們說有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我們說什麼東西都有一個言論自由 這個言論自由是受到憲法的保護 不過這個言論自由 有一天它會失效 你知道嗎 原來會失效 原來言論自由 變不是原論自由 譬如說什麼 我今天 假如 我說假如 我今天提倡公投 假如說要讓台灣獨立 我要公投 欸 假如說我這個提議 要台灣獨立公投的時候 欸 要怎麼 可能我們這五個裡面 在講的話 說 欸 我要用公投 不過有一天 如果說我這個獨立公投的話 怎麼 我已經怎麼 很多人共民 全台灣都總有一半以上 我們現在有兩千三百萬人 一千六百萬人 已經說 國立公投不錯 我們來獨立公投 變成說 你整個一千六百萬人民的事實 言論的事實 已經怎麼 林家憲法保護這個原本國家這個名詞 變成說我這個獨立公投的事實 我把這個 假如 我把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法 我已經改變了 改變成一個台灣 欸 你這敢是言論自由 你可以改變那個事實 想你就不是言論自由了 好 例如像這個德國 德國西特勒這個納粹的主張 欸 你也像這個納粹主張 他怎麼 他一定消失 喔 在這個德國他們的政治議會 裡面的事情 還有存在 但是有存在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個德國的納粹主張 他動縮在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情 他造成整個歐洲的危機 但是路費這麼沒的事情 欸 現在慢慢 這個東西比較沒的事情 欸 但是在這個歐洲 這個德國的這個會議上面 他還是有一兩時的這個聲音存在 他這就是什麼 他這就是什麼 受到德國的憲法保障 這就是什麼 言論自由 所以這個德國以前 這個納粹的 這個主張 這個言論自由 他在什麼 在他們的議會上 這就是什麼 言論自由 不過如果有一天 這個德國 這個納粹的主張 整個議會 多數人都贊同 這就不是言論自由 他這個憲法的保護 他就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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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 這個 納粹家的言論自由 也用適當的法律消滅掉 這就是 言論自由的界線 不是說 我說什麼話 說什麼話 雖然 一小部分人在說 這是言論自由 不過你如果你的言論已經大過 大過這個群體 大家認同的時候 而且他有違反當地的憲法 這就不是言論自由 所以言論自由有這種 來 我們來看這個 投票之後的事情 他強制投票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個 西班牙的警察 他有做什麼動作 這帽警察拿著鐵錘猛敲玻璃 一旁還可以聽到支持公投民眾 不斷高呼口號 沒有幾秒鐘 玻璃門就被敲出了一個大洞 不過後來警方以破壞檢 把另一個門的鐵鏈剪斷 全部魚灌而入 不過並沒有和在體育館內的民眾發生衝突 另外並有大批戰報警察 將聚集在街上或準備投票的民眾驅離 台灣時間下午3點開始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舉行獨立公投 不過這項公投被西班牙政府認為違憲 因此在前一天西國就派出了數千名員警 關閉當地2300多個當作投票所的學校 不過加泰隆尼亞政府表示 他們還是佔領了100多所學校 並將如期如時的舉行公投 而發起公投團體也呼籲選民 在早上5點就到投票所準備投票 並以和平的方式抵抗警方的阻止 而至目前為止 大部分地區並沒有發生進一步的衝突行動 來 再看看 他這次投票有過 他還是有去投票 他有過 你看 贊成有90% 反對8% 初步投票結果顯示 在226萬張選票中 有90%選民投下贊成票 僅8%民眾拒絕獨立 其餘則會票 這樣有過 要怎麼辦 西班牙政府要怎麼辦 人有過 人民的權力比較大 還是憲法比較大 還是西班牙的權力比較大 什麼會比較大 這個政策真的有過 在台灣說 人民有權利我投票通過 要把民眾拒絕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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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怎麼辦 來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 以後台灣民眾拒絕的權力 也是會遇到這種問題 在台灣一些台獨的權力 他還是會獨立 他還是會獨立 反正那些人 對清條 讓日本天皇接受的什麼 就開始台灣獨立化到這樣子 這怎麼可以獨立 怎麼可以獨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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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我後面有說 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可以獨立 來 我們來看 來 我們來看這個 加泰隆尼亞宣布獨立 他說我投票有通過 我宣布獨立 來 我們來看獨立的新聞 不過片面宣告獨立 獨立派議員起聲鼓掌 並且唱起加泰隆尼亞的國歌 早早聚集的大批獨立支持者 更是換身雷動 我超級開心 超興奮 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不能解釋 我只是很高興 現在 我們是加泰隆尼亞 我們可以獨立 我們可以獨立 我們很高興 我們很高興 每個人都圍著 每個人都圍著 都很興奮 就在巴塞隆尼亞街頭熱烈慶祝的時候 首都馬勒 動用155條直接統治 你的憲法機制 你的啟動 檢查總長者準備對自治區主席 普一格蒙特提起判亂罪控訴 拉霍伊召開完緊急內閣會議之後 宣布將把加泰隆獨立宣言告上憲法法面 檢查總長者準備對自治區主席 普一格蒙特提起判亂罪控訴 拉霍伊指出 加泰的獨立派讓他別無選擇 既然普一格蒙特無視絕大多數加泰人的意願 中央政府就要採取措施 恢復法制 拉霍伊召開完緊急內閣會議 拉霍伊召開完緊急內閣會議 全球庇護 這個主席開始流亡 因為可以把他用作什麼判國罪 開始流亡 西班牙再發國際通緝令 加泰外逃 外逃獨派命選 我們來看聯合國怎麼說這個問題 在2014年第一次選舉 聯合國潘基文說一些原因 我們來看潘基文說什麼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上個月28日造訪西班牙時 表示 加泰農尼亞不屬於聯合國認可具有自覺權利的領土 潘基文稱讚西班牙對多元文化語言與歷史的尊重 並表示西班牙為一組全國家 包括泰農尼亞自次居在內 他也希望政府能夠以溝通代替獨立 尋求更好的解決途徑 這就是什麼 因為泰農尼亞不屬於聯合國認可具有自覺權利的領土 就是人的神聖不可分的領土 所以你雖然在這個人的神聖不可分的領土裡面 你最想要化這個獨立 國際都不能跟你承認 發起的人還會變成叛國罪 再來看這個魁北哥運動 他現在在加拿大也獨立 不過他這有兩個最重要的意見 他這就說什麼 加拿大政府選擇了在公投之後 就加拿大國內法以及國際法下 與魁北克獨立脫離聯邦的問題 依據該國最高法院第53條 向最高法院提出裁定質詢意見 就是大名鼎鼎的魁北克脫離聯邦質詢意見 其中包括三個問題 依據加拿大憲法 魁北克是有片面脫離聯邦資權 依據國際法魁北克是有片面脫離加拿大資權 以下兩個權力是否有衝突 好他就有這個詢問 因為這個魁北克他也是想要脫離加拿大 他也是有人民的投票選舉 來我們來看這個 加拿大最高法院依據憲政基本原則及國際法理 有沒有 他說了兩個棋很重要就在這裡 依據憲政基本原則及國際法法理 認為無論依據國內法或國際法 魁北克省均無片面脫離加拿大聯邦的權利 也就是說 加拿大最高法院認為依法魁北克不可在缺乏 某國同意的情況之下禁制宣佈獨立 然後可以變成一個國家 所以不是說人民要投票 我想要怎樣就怎樣 我想要用人民自約權我想要怎樣就怎樣 不可以 國際法有一個遊戲在 這個憲法和國際法 有一個國家的遊戲存在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案例 國際法肯定說 沒有B國的同意 A國不能改變B國的領土界線 但是他沒有說 假如A國的一群人 試圖改變B國內部的規則 並最終脫離這個國家 法律上應該如何處置 來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 在這個B國裡面有很多人 他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 都跟A國的人類似 甚至一樣 甚至一樣 有一天 這個A國這些人 他就去干涉美國裡面 跟他語言風俗習慣這些人 文化都像這些人 來啦 你來投票 你來投票 你來投票之後 你獨立成為一個國家的事實 人家比較加入我A國的邦聯 加入我A國的邦聯 這樣會不可以 不過他要脫離的事實 他在裡面也是 和我嘉太農林亞社長 人家也是有公投 人家也是有公投 我講一個比喻 講一個比喻 我們現在在聽 假如 我說三個假如 表情說這不是真的 我們不能說台灣獨立 所以我還說假如 假如台灣已經獨立了 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假如 台北市 台北市是不是中國人比較多 中國人比較多 這些中國人 中國這個地方 從我的民眾說過 他就說你台北市 中國人比較多 你的文化語言和風俗 我都給我台灣比較多 不然你在台北市 你用選舉獨立 如果台北市的人民都叫出來選舉 台北議會也都通過 結果台北市獨立起來 這樣不可以 獨立起來 如果加入中國的邦寧 這樣可以嗎 人民不是說有權利 還不可以 來我們來看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這個有一個案例 聯合國說這個西國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 2014年克里米亞歸屬公投及 克里米亞共和國 克里米亞選民決定是我 從烏克蘭獨立 並加入俄羅斯的邦聯 來我們來看這個 克里米亞的種族組成 烏克蘭疫24.4% 克里米亞原住民12.1% 其他在外國人5% 俄羅斯疫58.5% 所以我們從這裡看到 為什麼我們知道 克里米亞的俄羅斯業的人比較多 所以風俗太多 所以俄羅斯 他為什麼 去塞隆這些人 你獨立 來我們來看 這是他的地圖 烏克蘭在這裡 克里米亞在這裡 俄羅斯在這裡 來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3月6號的時候 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會議 他投票 他說我要脫離烏克蘭 我在議會上投票的時候 我要脫離烏克蘭 78票贊成 0票圓隊 8票棄選 以致同意該地區 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 他用間接民權的聲音去選舉 整個地區都怎麼 他說我變成俄羅斯的一部分 這樣比較難 台北議會說怎麼 我變成怎麼 整個議會我 投票 我變成中國的邦聯 這樣可以嗎 行不行 來我們再來看這 這個烏克蘭最高的拉達投票 通過決議 決定提前解散克里米亞議會 他把這個克里米亞議會 解散掉 因為違反憲法 贊成278 火絕 0票 來我們來看這個烏克蘭總理說什麼 烏克蘭總理阿爾謝尼亞財紐克 稱之決於違法 俄羅斯表示總統普丁 已經得知克里米亞的要求 並在國安會議上進行討論 美國則表示此決於違反烏克蘭憲法 俄羅斯說什麼 這個普丁說什麼 來啊 我們來這個國安會啊 這個聯合國國安會來決議啊 你聯合國不是說人權最大嗎 人權所建立的這個聯合國 到底我這個聯合國 我這個權力 這個人民的權力是怎樣 他們真的高過你的憲法 是人民比較大還是這個憲法比較大 這個東西有上一聯合國的案例會 救烏克蘭的問題解決 草案進行表決 13票贊成 一票火絕一票棄權 克里米亞公投表決 無效不能構成任何改變克里米亞現況的基礎 欸 不然俄羅斯他還說什麼 你跟15票而已 你可以 可以 決定 克里米亞的人民的決定嗎 我克里米亞全都說我要怎麼 要脫離烏克蘭 他跟安理會說什麼 這15票而已 不能解決一切 如果我們上來這個聯合國大會 給所有的190個國家 看看這個決定是怎樣 這東西 羅北武上一聯合國大會 在3月27號的西章 100票贊成 11票反對 58票棄權 克里米亞舉行脫離烏克蘭 加入俄羅斯的全民公投 這是破壞了國家領土完整 違反國際法是一次不合法的投票活動 所以不是說我們人民 我想要怎樣 我叫號召一群人 我想要改變我的現況 想要怎樣 要在這個脫地人獨立的事情 欸 這怎麼可以 這在這個聯合國際法上 他就碰釘子 對 碰釘子 經濟制裁時二國濫步 普丁在國際法基礎上和習環妥協 所以因為俄羅斯已經干涉人的內政 干涉烏克蘭的內政 所以國際都要怎樣 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 來 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來看一個案例 我們剛才在說的就是怎樣 分離運動的時候 我們訴諸外部的世界 甚至國際法的幫助 通常不被理睬 他們可能得到政治上的支持 但是很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我們剛才在看這個案例都是什麼 外國人都沒有在支持 像你這破壞人家領土的完整 外國人都沒有人幫你支持 欸 不再沒有案例 沒有案例也是 像剛才的案例 對母國裡面獨立成為一個西國 當然這種也是正當投票的活動 合法的公投 不過合法的公投之後 這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有A國、B國和D國 都承認這個西國 他對這個母國獨立起來是怎樣 是一個國家 我們剛才在看的是什麼 大家都不承認喔 你投票出來大家都不承認 像西班牙那個 西班牙那個國家跟加拿大 那些人都不承認 欸 不過他知道 人有承認的 想問 如果有人承認 你這個公投出來的 這個結果跟有合法 跟不可以真的變成一個國家 不過有人幫你承認 我這裡這個案例 因為我們的PowerPoint比較小 真正的案例 有100多個國家承認 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承認 說這個西國獨立出來 這是合法的 那真的這樣就合法 那真的這樣就合法 來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 連國民也說這個西國 破壞國家領土的完整 違反國際法 好 實際上是這樣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 所以這個獨立不行 來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 來 各位去跳招了 待會兒 來 我們來看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科索沃 來 我們來看這個科索沃 他雖然在2008年當方便宣佈獨立 並得到全世界100多國家的承認 但是塞爾維亞仍堅持維護領土的完整 不放棄對科索沃主權的要求 因此到現在 科索沃仍不是聯合國的成員 所以我們看這個案例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不是說什麼 你這個東西獨立出來 母國不同意 不過你獨立出來 什麼世界上都有人承認 你就變成一個國家 這是違反國際法的 來 這個科索沃 在這裡 塞爾維亞在這裡 一些國家以不得干涉內部的事物為由 拒絕他國擦鎖他們處理本國的分離運動 中國政府對待中華民國反分裂國家法 新疆和西藏的問題態度就是很好的例證 他強調這是中國內部的事物 反對國際的介入 來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中國政府 他反對什麼 西藏還是中華民國還是新疆獨立 但是如果世界上都說 中國美國還是新疆獨立 都獨立成國家 但是中國說不行 中國說不行 中國說這是什麼 內部的事物為由 所以他又用一個法律 反分裂國家法 反分裂國家法 我看他要獨立可能比較困難 很困難 因為人要一個中國 人不想有另外一個獨立出去 所以外國干涉就不行 我們再來看 我們剛才在看的都是什麼 母國反對公投的 我就是我母國不想讓你分出 不過我們有案例 我們有案例也是母國同意的 母國同意說 好 你如果想要獨立的事物 我給你獨立 給你獨立 蘇格蘭獨立公投 我們來看這個蘇格蘭獨立公投 我們來看這個 如果中國是正常的外 如果中國真的合法的公投 要有過的事物 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母國要同意 母國的同意 母國同意之後 他還要改什麼 他還要改他的憲法 領土的分離法 領土的分離法才可以 領土的分離法才可以 領土的分離法之後 要辦一個獨立公投法 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公投要合法 這個公投要合法就是 沒有一個合法的公投 沒有一個合法的公投 這樣就要過 這是不可能 所以不至於這個憲法通過 這個獨立公投法之後 你還有一個合法的公投 你知道嗎 你可以讓 托領母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就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國家 他為什麼要給子國 他覺得 雖然你這就是 已經不是非屬殖民地 但是我為什麼 為了你要獨立的時候 我改這個憲法 給公投法通過 來我們看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在蘇格蘭 這個蘇格蘭 它是在外海發現到石油 很多人發現到石油都想要獨立 台灣也有石油 台灣師傅在台中知道 在關電那裡 關電麻豆那裡 所以你如果在塞車去關電麻豆 你會覺得土地是怎樣 都做荒廢 都放地 那就是會比較油膩 在補 所以上面的農作物 只能種種玉米 比較粗的米 像水稻的那些都比較粗 所以關電會比較有盡 聽說美國只要磨兩口 但是 磨出來他不能繼續磨 因為那是本土台灣人的財產 那是天皇的財產 他不能磨 他沒有授權 所以就要放 像精華石 精華石 他不是說裡面沒有黃金嗎 其實還是有 那還有 但是他也不能磨 像以前有那個礦場 煤礦 他也是不能挖 煤礦也不能磨 他就利用幾天 我們小時候沒聽說 煤礦礦災有 用幾天的那些什麼 他就把你禁止你磨 其實那個 在台灣真的是寶島 要黃金有黃金 要油田有油田 真的不錯 但是台灣不能磨倒 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來 我們來看 他生的時候發現石油 第一種他有 做法定人數要超過40% 他沒有超過 所以那種的公投無效 讓他通過無效 但是有效料的 你知道嗎 這些人也是 要讓世界 知道他的存在 一些什麼 百公有的 都出現 都出現 來我們來看 這個英國 他的首相 英國首相凱曼隆 與蘇格蘭首席大臣薩蒙德 簽署蘇格蘭獨立公投協議 英國開始有聽到 他的聲音沒有獨立 我們剛才有看到 這個英國只塞在那裡 蘇格蘭他也是 在旁邊也是塞在那裡 他已經很小塊 他要讓蘇格蘭獨立 你看這個英國人 他的心胸有 有廣闊嗎 人家曾經是世界 日不落國 你看人家現在變成小塊 管理區域變成小塊 你如果要獨立 我給你獨立 他就是根據大西洋憲章 和聯合國宣言 和西密市法律的授權 讓這些殖民地獨立 既然你死外神聖不可分 跟領土沒關係 我讓你獨立 獨立之後的 英國國會兩院通過 蘇格蘭公投法 並獲得女王的批准 政府發表獨立排比書 他整個結構都出來了 這個英國跟我們台灣比較有受傷 英國跟我們台灣比較類似 我們也是帝制的 我們帝制的 台灣人有風帝你知道嗎 台灣人有風帝咧 我們日本天皇咧 現在這個中華民國 這是託館的而已 他來這裡叫我們台灣人 選總統 這是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美國說這個有什麼 政治煉獄 不過AIT說這個有什麼 民主的故事 對 很奇怪 那個人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美國人權的面子 不知道有那個AIT跟夏派的 不能說這樣 我不能來上課 來 我們來看這裡 英國跟我們大自民帝國很小 所以以後 假如台灣人最獨立的位 要經過什麼人同意 天皇同意 不過目前是美國就是政府 所以我們要經過美國總統 美國國會通過 人家要經過什麼 日本的政府 他的國會修訂分離法案 領土分離法案 人家要讓天皇同意 我們可以讓獨立出去 我們可以讓獨立 所以也是可以 不過我在想這個過程 這太複雜 這不太可憐 因為有一天 習近平跑去找天皇 他說什麼 你可以把台灣賣給我 賣給我們中國 結果天皇跟他說什麼 台灣我們作散 有史以來沒有賣 所以這是不可能 所以我們不可能變成大日本帝國的邦聯 如果注意看這個 究竟我們人民條約 它的相反 Renounce 這個鋁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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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在美國的辭典 比較高端的辭典 你就知道 這個雖然放棄 不過它可以收回 它可以收回 這個鋁浪史 它放棄可以收回 它不是說放棄就放棄了 不是說這樣 所以有一天 我們可憐變成這樣 美國的軍事政府 美國總統 美國國會 跟台灣民進府 做好事 交還給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還可以授權 台灣變成 大日本帝國的邦聯 讓台灣人自己授權 其實台灣人授權 這個和獨立 應該不太差 因為你看這個 大英帝國有沒有 大英帝國 你看他的邦聯 加拿大 奧斯大利亞 紐西蘭 那都是當地人民自治的政府 所以以後 台灣可能會走向 很有可能 變成大日本帝國的邦聯 跟日本變成什麼 兄弟國 現在大日本帝國的邦聯 第一個就是 現在的日本國 現在的日本國就是 大日本帝國的邦聯 所以日本天皇有兩個身份 就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身份 一個就是日本國的天皇的身份 皇帝的身份 所以我們怎麼知道 這個天皇它有兩種身份 所以這個 我們的新的天皇要就任 他就任就是要改冠 他要讓全世界 說我這個日本天皇還在 我這個日本天皇還在 我擁有我的一些隱藏 因為戰爭藝藏隱藏的 這個權利 這個勝有的價值 正有的這個權利 你看看這個東西 先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日本天皇還存在 你知道嗎 他可以讓什麼 後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還沒解決方的問題 這個新的天皇可以解決 這個天皇可以解決 所以你看這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 這個日本天皇也有向美國宣戰 日本天皇也有向美國宣戰 這個大日本帝國政府也有向美國宣戰 所以現在我們的 就新的和平條約 是這個日本政府 他和美國的什麼和平條約 這個大日本帝國的皇帝 天皇的和平條約還沒簽署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說 大日本帝國和美國 現在還屬於什麼 戰爭狀態 所以 這個新的天皇起來 他有他很重大的責任 所以有史以來 他們這個天皇都是什麼 都是做到四個 是我下一個任 他的子孫去做 不過我們來看 他為了解決問題 提早改變他們的法律 有史以來就沒有這樣 對這次比較開始 把這個新的天皇 他為什麼 前天皇還沒簽署的什麼 他就去祭任 這有他的原因在 很重大的原因在 來 他這次公投的題目是什麼 選票上只寫一個問題 蘇克蘭應該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是或否 等你如果有一個權利說 我今天去逃避什麼 武克林問一下 我就變成一個獨立國家 今天你問一下 問一下要去逃避什麼 我今天要逃避 我開始會想 我去逃避的事實 我去逃避的事實 他如果我的國防 什麼人幫我盜狗 以前和英國在做會的事實 英國幫我盜狗 現在我自己一個設計的國家 別人幫你侵入 像伊拉克要來侵入這個科威特是誰 聯合國用幾個時間解決 五、六個時間解決 是不是我獨立的事實 如果野心比較大的 想要我外海的死友 如果入侵 現在 我告訴那個人力男保 我自己 他開始有想 這是他們獨立公投的海報 這是反對獨立的人民的團體 蘇格蘭獨立公投官方結果 與於台灣時間下午30左右 完成所有的計票 結果贊成獨立45% 反對55% 人們開始會想 到底我獨立的時候 對我比較好嗎 結果怎樣 還是要維持英國的關係 還是要維持英國的關係 蘇格蘭行政當局 英國政府在2012年達成協議 同意就蘇格蘭的獨立公投 獨立舉行全民公投 並承諾尊重公民的投票結果 這種以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決定蘇格蘭人民政治民意的做法本身 給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分離運動 提供了正面的介紹作用 來 我們再來看這個 因內戰母國同意分離公投 美國說什麼 台灣獨立代表戰爭有嗎 來 人不想讓你公投的時候 美國人不想讓你公投的時候 政經啊 給我的法度給我的政經嘛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母國同意分離公投 他內戰 這個國家就是蘇丹共和國 這個蘇丹共和國 他原本是英安共館的一個國家 我們來看蘇丹的由來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1945年底蘇丹組成民主黨 主張藉由英國協商的方式尋求獨立 1951年英安廢除共感協定 1953年英安達成讓蘇丹自決的協議 1956年1月1號 蘇丹共和國成立 正式宣佈成立 不可以成立之後 1955年蘇丹正式宣告為獨立協議以來 公然決裂且具有南北性的南北內戰 先後進行了兩次 最後導致南蘇丹的獨立 來 我們來看 這個南北內戰聽說 南邊是基督教 北邊是伊斯蘭教 所以你就知道這兩個宗教 在他們以前的都比較不合 所以他們在這個政治商業比較不合 所以他們有公開決裂 這裡就是打到蘇丹政府 南蘇丹打到蘇丹政府 說不好 沒有我們來協議 讓你們公投 讓你們獨立 2011年南蘇丹獨立公投 這個南蘇丹 這邊藍色的部分 2011年南蘇丹獨立公投 是南蘇丹根據2005年簽署 的全民和平協定 2011年1月9號舉行的一致公投 已決定是否從蘇丹共和國獨立 結果他怎樣 贊成有98.83% 反對有1.17% 所以他整個都獨立起來了 都獨立起來了 我們來看這個東地有民主共和國 問我們等一下一個問題 假如台灣獨立你可以當國獨立 假如你台灣獨立可以撐幾天 來 以前有人說自古以來那就是他的領土 那些人會幫你打 那些人都說 他是我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都跟全世界說那是他的領土 不過全世界現在都有人去反駁 來 假如台灣獨立 假如真的台灣獨立起來 整個合法程序都用完了 來 合法程序用完了 想我們台灣獨立的 有一個國家他都想說 台灣的戰略地位很重要 整個是亞太地區 和太平洋地區的這個口 台灣獨立你也能撐幾天 還問我們這個問題 我在講這個課程的時候 有人跟我說兩人 有人說幾點錢 你看看這個東地紋 他可以撐幾天 這個東地紋 東地紋於1975年11月28 從葡萄牙獨立成立東地紋 民主共和國 但在九天之後 馬上就被印尼人入侵佔領 1976年7月成為印尼的一個神 東地紋 結果他幾天獨立九天之內 你看他的地方 差不多他也是有海洋的天然屏障 不過他撐九天 我們台灣的怎麼撐幾天 我們從去去年12月26日 就不能徵兵了 沒有兵 我們沒有兵把我們打 怎麼獨立 也可以撐幾天 直接投降 可能 你看看 接下來二十年以不斷發生抗爭運動 並造成十字二十五人死亡 你看看 二十五人 那是台灣的 我看那邊過來 有沒有 你看他在對付西藏 可能整個都滅亡 整個台灣都移民到中國 中國人移民過來 用這個移民 很快 你看 1999年8月30號 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了全民公投 絕大多數的東地文投票同意 從印尼獨立 經過聯合國托管兩年半後 2002年5月20號臨時正式恢復獨立 國命為東地文民主共和國 成為國際公認的一個獨立國家 東地文 東地文 來 我們再來看 重要的這個結尾 國家領土不適用於民主自決權 日本台灣以揮屬殖民地 是日本天皇以建構之日本帝國領土 人民早就不享有人民自決權 台灣人當然不適用於民主自決權利之行使 這就是我們今天在說的這些主要的這個 因為我們民主有最多 以後整個台灣的政治是我們的手中 所以我們不能亂去翻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來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也要知道 人民的權力夠對抵 不能超過那個憲法 不能超過那個憲法 你要去看共貨 雖然我們剛好看過 雖然國父跟你承認的時候 你最終你也不能進去聯合國 你也不是一個國家 你也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在我們2005年的時候 我們去控告美國 美國他特別有跟我們本土台灣人說 跟我們台灣民政委的人說 說什麼 聯合國無法給予本土台灣人國籍 因為這個國籍是要主權者 那個三問題 那個人拿到那個人才能讓你國籍 我們的國籍也是要怎樣 給那個主權者跟我們說 所以你看看下官條也有第五條 那個主權者就是日本天皇 他怎樣 給兩黨的時間 如果待在這裡的人都視為日本成民 那就表示這個主權 他在日本拿到的手中 所以聯合國無法給予本土台灣人國籍 本土台灣人不得依據聯合國憲章的人民自決權 要求公投選舉獨立 因為我們是怎樣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現在是 那是那個人 那個人給我們贊而已 這是暫時佔領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依照聯合國憲章的人民 自決要求公投選舉獨立 這樣好 這樣今天課程到這裡 謝謝